繼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及一眾官員後 警務處署長鄧炳強隨後亦到被圍封的佐敦4階區視察 下午4時多 鄧炳強前往梁顯利油麻地社區中心 隨後再前往被圍封的地區 他到達圍封地區時 只是戴上外科口罩 視察現場情況 期間他巡視相關區域一帶的情況 由沿途與在場執勤的警員交談 他又向現場傳媒表示 警方派出幾百名警員到場協助 而西九龍總區指揮官陶暉也與他同行 另外在入夜之後 入境處處長歐家雲也有到場 視察行動進展並為入境處人員打氣